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燃 时事金扫描需要您的支持,您随手的点赞和留言都是可以帮到我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呢,就请转发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当然别忘了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要是能看完节目中出现的广告呢,就更加感谢了 上一集节目里我谈到了第一个有名有姓的中国公民 参加俄军在乌克兰战场被击毙的事 我看到有观众留言说,中国哪里有公民呢 中国人都不过是没有公民权利的居民而已 好吧,我承认您说的对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那是第一个证实有中国国籍的人 被确认在乌克兰战场上被杀死了 因为没有当时任何的图片和视频 所以观众呢,可能很难想象这个战场的状况 我发现啊,可能是普京的所有人都能够直击俄乌战场双方的近身搏斗 在另一场战斗中呢,俄军的坦克冲上了乌军的阵地进行扫射 有乌军战士居然在离坦克30米左右的近距离 用反坦克就使俄军仍然拥有制空权 12月23号的晚上,乌克兰首都基辅、奥德萨、卡尔科夫等多个城市 同时被俄军封炸 由于乌克兰缺乏防空武器,所以多个区域被炸了 即使如此啊,俄空军在头一天也损失惨重 乌克兰的空军呢,宣布有三架被军迷称为压嘴兽的苏34重型战斗轰炸机 在轰炸南部战线的乌军阵地的时候呢,被打下来了 据分析,应该是用美制的爱国者导弹打下来的 而俄军飞行员呢,是跳伞逃生,有死有伤 对于现代战争啊,制空权 毫无疑问是能左右战争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说实话,乌克兰打了快两年了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能打成现在这个局面实在不易 而这种状况呢,很可能在短期内会有大的转变 首先是防空方面 华尔街日报12月22号报道说 日本已经同意转移爱国者导弹系统呢 给美国,再由美国转交给乌克兰 有人就可能会问啊,说为什么日本不直接交给乌克兰呢 因为按照日本二战后的法律 日本是不允许出口致命性武器的 更不能直接出口武器给交战国 即使是这种转交武器 也是因为日本最近修改了自己的安全条例 才可以这样由美国来转交 曲线支援乌克兰 是日本近年来首次对武器出口进行的重大改革 而另一个变化呢 将会是俄乌战争控制权转变的开始 被外界认为啊,是普京噩梦的开始 12月22号,荷兰政府表示 即将向乌克兰交付首批F-16战机 来抵抗俄罗斯的入侵 荷兰的看守总理鲁特发帖称 说今天我们通知泽连斯基总统 我国政府决定准备向乌克兰交付首批18架F-16 对泽连斯基来说啊 好消息还不止是这些啊 欧盟21号宣布再援助乌克兰15亿欧元 这是欧盟在今年对乌克兰的最后一笔援助 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后呢 欧盟一共是17次援助乌克兰 总金额超过了250亿欧元 对乌克兰的支援啊真的是来自四面八方 12月21日加拿大的一家公司为乌克兰生产的第一千辆 防地雷伏击装甲车已经交付了 泽连斯基在接受各方支援并表示感谢的同时呢 也没忘了谁在此时在对乌克兰投井下石 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12月20号宣布将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和它下属的子公司列入了国际战争赞助商的黑名单 中国铁建集团啊是中国的第二大国有建筑公司是中共国务院监管的中央直属企业 那么此举已经代表着乌克兰未来对中共的态度 那么中国铁建集团到底干了什么呢 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呢 中国铁建集团在克里米亚参与了多个基础设施项目 现在还一直和俄罗斯探讨修建一条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海底隧道 还不只是中国铁建集团啊 在此之前乌克兰已经将中国的三大国有油气公司 中海油中石化和中石油列入了黑名单 黑名单中的40家公司里还包括了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 小米公司和阿里巴巴等企业 在这之后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跳出来一本正经的说 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与正义的一边 反正是快过年了吧 这句冷笑话算是好好笑 我之前和大家说过中国东北严寒天气是创记录 其实这种超强寒流近期是侵袭了大半个中国 其中山东省连降大雪 微海市因为连着暴雨三天三夜 打破了山东有史以来的记录 12月22号是农历冬至日 山东微海市积雪厚度超过了74公分 打破了山东省所有气象观测站的54公分的历史记录 大量在路边的汽车被雪埋了起来 所以有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车挖出来之后 却发现挖出来的不是自己的汽车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去北极考察的感觉 那你也不用那么麻烦了 来被称作是雪窝子的微海市感受一下就行了 虽然大雪和严寒给交通和生活带来不便 但山东的大雪上最低气温的历史记录 有些地方居然还下起了雪 在冬至日中国南方广东的多个市县 创下了近40年来最冷记录 广州从化区屡田镇成为全市最低温达到零下1.6度 而越北的人化达到了零下2.4度 网传东莞居然也下起了微雪 刘西河国家森林公园迎来了白茫茫的一片雪景 今年这个冬天寒流是席卷中国 上海从21号起就会连续5天最低气温达到零下1度 成为了40年来最冷的12月份 其实在这股寒流下最苦的要算是甘肃地震灾区的灾民了 很多人现在还是在室外席地而睡 苦不堪言 这次的十四金扫描我们就聊到这了 请支持我们订阅点赞留言 并且转发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